不需要手打的牛肉丸,省时省力,做法超简单 口感Q弹有嚼劲,在家一定要学会 准备两斤牛肉,最好用这种没有筋膜的后腿肉,先切成小块 放在清水里浸泡两个小时 期间多换几次清水 把血水浸泡出来,然后捞出来放在嚼肉机里 加入两个冰块 搅成肉泥 越细腻越好 搅好的肉泥放在揉面缸里 加入冰水 继续搅打至上劲 大约需要5-6分钟 搅打好的肉泥提起刮刀,肉不会轻易掉下去就可以了 然后扣入两个鸡蛋 加入白糖 盐 小苏打 红薯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 继续搅打至把这些食材全部吸收 接着把屏幕上所有的调料混合加进去,继续搅打至这种蓬松有弹性的状态,而且提起来也不会轻易掉下去,这样就可以了 把打好的肉泥放在大盆里 密封放在冰箱冷藏两个小时左右 挤丸子之前先烧上一锅清水,烧至锅底有很多小泡泡就可以关火了 把冷藏好的肉泥取出来,戴上一次性手套,挤出丸子 放在锅里 直到全部挤完 然后开最小火慢慢煮,这期间丸子不要动 直到丸子全部定型之后,再轻轻搅动一下 然后继续小火慢慢煮,大约煮30分钟左右 我们捞一个丸子,切开看看 里面没有明显的红色就可以了 捞出来放在冰水里过凉 这样丸子吃起来会更加Q弹好吃 捞出来沥干水分,我们的牛肉丸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牛肉丸,Q弹有嚼劲 不管是上火锅还是做汤都特别的方便好吃 而且没有添加劲,纯肉丸吃着也过瘾 一次吃饭可以密封放在冰箱冷冻保存 吃的时候不需要减冻,特别的方便